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MRUltra的性能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加上很早之前就曝光M4Ultra已经流片 无意让人们对这颗苹果的真旗舰芯片性能有了很大期待 在媒体的推算中 如果M4Ultra采用与MRUltra相似的架构设计 也就是讲两个MAX版芯片通过Ultra Fusion封装技术连接在一起 那么M4Ultra的GPU性能应该会是M4 Max的1.7倍左右 再结合M4 Max在Deekbench 6的GPU测试中得到的197754分 M4Ultra的GPU测试得分大概率会在33万左右 作为对比 目前消费级的最强显卡RTX4090得分也只有31万到32万 M4Ultra爆杀RTX4090 这个消息恐怕老黄看了都要做噩梦 不过也有人提出疑问 M4Ultra的GPU真的能有这么高的性能吗 在实际使用场景中真的能媲美RTX4090吗 M4Ultra虽然还未发布 但是我们可以从已经发布的M4 Pro和M4 Max商议会这个系列芯片的性能表现 如果单看Teekbench 6的测试结果 你会发现M4 Pro的得分数是恐怖 在单核测试终以3925的成绩超越了AMD和英特尔的最新桌面端旗舰处理器 而在多核测试里 也明显领先Ryzen99950X 仅略输于酷睿Ultra 9285K 至于性能定位更高了M4 Max则是在单核 多核测试中均拧压了Ryzen99950X和酷睿Ultra 9285K 让整个PC市场感受到了苹果的强大 而且在测试中M4系列芯片的核心主频机核心数都明显低于两个对手 只有4.5GHz 但是却展现了更高的单核机多核性能 可怕吗 很可怕 要知道酷睿Ultra 9285K和Ryzen99950X都是中面端处理器 满载功耗均超过200W 而M4 Pro和M4 Max却是MacBook Pro的移动端芯片 俗见其能效比之高 以目前M4 Max的性能推算 采用两颗M4 Max芯片组合而成的M4 Ultra 再多核性能上货将达到45000分 是酷睿Ultra 9285K的两倍 单核性能则一般不会有太大提升 不过仍然会高于M4 Max 成为目前消费机市场的最强处理器 再来看看GPU性能 曝光称其跑分会超过RTX4090 而依据则是Geekbench 6的GPU测试 这个测试涉及GPU的图像处理 计算摄像 机器学习 物理模拟和计算金融五个模块 并不单单测试游戏性能 这就给了M4 Ultra更多的分空间 所以 结合目前实测的M4 Max GTU性能数据 这个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极客玩的实测中 M4 Max的AI大模型计算性能 已经达到RTX4090的60% 甚至可以在RTX4090一位爆显存 而性能暴跌的情况下 接住128G统一内存的优势 继续流畅运行更大参数量的AI模型 这也意味着 只要M4 Ultra的架构不发生根本性变化 至少在AI计算等方面的性能 是可以超越RTX4090 成为消费级最强的AI GPU 那么游戏方面呢 从目前的实测结果来看 M4 Ultra的游戏性能 肯定无法与RTX4090相比的 因为即使是运行原生Mac游戏博德之门3 高分辨率下帧数也只是 比RTX4070移动版略高30% 尚未达到RTX4080移动版的水平 而在3DM2K的测试中 RTX4090桌面端的性能 约为RTX4080移动端的两倍 这也意味着M4 Ultra在最理想状态下 游戏性能也只能达到RTX4090的75%左右 不过若是对比移动端的RTX4090 那么倒是有机会返超 毕竟移动端RTX4090本质上就是RTX4080桌面端 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 如果是非远生游戏 那么GPU的性能还会受到明显的削弱 实测中 帧数直接从丙星RTX4070移动版30% 变成落后30%甚至50% 这时候别说挑战RTX4090了 可以直接考虑和RTX4060做一桌 对于想用M4 Ultra打游戏的朋友来说 个人建议是不如状态游戏电脑 体验会比M4 Ultra好很多 但是如果你的需求是用来跑本DAI大模型 视频剪辑 模型渲染等 那么M4 Ultra的表现或许会超过目前最强的消费机PC也说不定 对于英伟达和AMD的消费机GPU市场部门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苹果的自研M系列芯片跑分屡创新高 着实让英特尔 AMD等传统半导体厂商冷汗直茂 甚至不得不联手成立X86架构生态小组 共同探讨X86架构的未来 能让两个曾经的死对头联手 可想而知ARM带来的压力有多大 实际上很多人也好奇 为什么ARM架构芯片的能效比可以如此惊人 其实关键就在于指令级上 ARM的指令级相较于X86要精简很多 你可以将X86看作是一台复杂的多功能卡车 它可以一次性处理大量的数据和任务 但是在面对简单任务时 复杂且庞大的指令级也让其难以降低自己的资源占用率 而ARM则是摩托车 虽然每次只能执行单个任务和少量数据 但是可以通过灵活的车辆调度 分配执行任务的最佳车辆数 让ARM芯片在运行时有着更好的能效 基于ARM架构的特性 停国等企业很快就意识到通过增加核心数 也就是准备更多的摩托和优化指令级 专车专用提升效率 就可以让ARM芯片在性能上取的突破 ARM指令级的高能效比也让ARM芯片可以轻松对弃大量核心 而不用过多的考虑功耗问题 此外 ARM架构的灵活性 让苹果可以根据需求定制化设计专门的模块负责对应的任务 使得芯片效率进一步提升 加上统一内存架构带来的低延迟特性 让M系列芯片的整体执行效率远程传统芯片 得益于多项优化 量变最终引起了质变 让ARM芯片成功在单核极多核性能上都超越了传统X86芯片 成为PC市场的新兴势力 而不再是固守在移动设备市场 而且 苹果很快就发现这个套路在GPU上也同样可行 通过堆积核心数的方式让GPU性能同样进入爆发时增长 以N4 Pro和N4 Max为例 前者的GPU核心数为20个 后者则是40个 而在实际测试中 后者的各项性能基本上就是前者的两倍 理论上 只要苹果愿意 在达到芯片内部延迟的上限之前可以无限对叠核心 打造更强的GPU 不过苹果本身并非半导体企业 其芯片设计更多的是为产品服务 所以并不会像英伟达 AMD那样为了销售芯片而设计出功耗 性能都爆炸的产品 但是苹果不这么做 不代表其他企业也这么想 比如高通就一直在关注ARM GPU和CPU 除了消费段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同样是高通的目标市场 在2024年 高通就宣布重回服务器芯片市场 推出基于Nuvia内核设计的服务器芯片 截止目前为止 相关机构预估服务器市场的ARM芯片债比 已经达到10% 其中不少AI算力中心都有增加ARM GPU算力服务器的计划 因为ARM的高能效可以显著降低AI推理时的电力成本 进而降低单位算力的成本 正是因为ARM架构所带来的巨大威胁 前段时间英特尔与AMD签署合作协议时 英伟达也同样到场 并且同为生态小组的合作企业之一 目前 对于英伟达等企业来说 最好的消息是苹果无意参与到半导体芯片市场中 而坏消息则是 高通的Nuvia内核表现不错 恐怕会成为GPU市场的一匹黑马 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的PC市场中 ARM必然会有一席之地 并且有望彻底挑战X86架构和英伟达的市场地位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苹果M4 Ultra性能超越RTX4090怎么看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